来人呐 乖乖和我们去皈依殿 再敢乱动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要叫父王杀了你 太子 起来 全天下都知道 你是吕不韦的杂种 真把自己当太子了 还敢对我放肆 放肆我 你竟敢对太子无礼 我到了殿 还有更放肆的呢 住手 住手 朱卫想对我儿子做什么 父亲 王后 他没有杀我 我 王后 你怎能私下出刑 朝议尚未举行 你们便听信侍锦流言 随意污蔑太子 须知以下犯上 形同谋逆 人人得而诛之 更何况 我只是请二位大臣 吹吹冷风 清醒一下 他们发热的脑袋 我想你们几个 不想效仿二人吧 朝议要开始了 护送诸位去皈依殿吧 朝议过后 再来向太子请罪 诺 请吧 郑儿 你敢一个人去皈依殿吗 母亲能陪我去吗 你长大了 应该学会面对这一切 待会儿春仪 吩咐你怎么做 一切都听她的 嗯 母亲在雍门宫 等你平安归来 太后 公子在吕府发现了金水 证明吕不韦就是盗贼 这件事我与王上早已知晓 既然证据确凿 那就开始下一个议程 今日来 咸阳城谣言四起 言及太子乃吕氏的私生子 而吕不韦与当今王后合谋 意图混淆王室血脉 篡夺大秦王位 你身为朝廷重臣 竟也相信 这种无稽之谈 杨泉君 你失礼了 无凭无据 怎可口出望言 熏宫教训得是 臣 渐月了 不过臣 毕竟是王上的舅父 有权对血统不明的太子 提出质疑 今日特意请熏宫来 就是让您代表宗室 亲眼见证 吕不韦与那赵姬的阴谋 我也想知道 我是如何实施阴谋的 王上 我有证据 可以证明太子是迎勤血脉 拜见王上 太后 大胆 你女子 竟然公然上殿 太后和宣侯父不也是女子吗 怎么他们能来得 我这个证人来不得 你乃王后亲密的朋友 你的话 焉能取信于人哪 空口白蛇自然不能 但不论你的证据是什么 现在都得靠边站 殷义师 你到底想做什么 滴血验亲 诸位怀疑太子是恩氏 只要验上一验 看血是否相容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昊兰 当众滴血验亲 你就不会觉得耻辱吗 她为了我 愿意直面太后 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也愿意为了她让步 放下自己的骄傲 可这法子 未必管用 我相信你 一定有法子让众人心服口服 对吗 我愿意一验 请吕相 慢着 王上 不必验血 寡人也知道郑儿是迎其血脉 是寡人的亲烧而造 好 王上 臣知道当众验血实属难堪 但是 如果不这么做 如何验证 不妨 看看杨泉君的证据 带上来 你是何人 奴婢是白将军府内的婢女 你与此事又有何关联 奴婢亲耳听到 殷小春 曾与主人谈论过此事 她说 王后 与吕相有私情 我没有 这是构陷 皇上 太后 这是她编造的谎言 奴婢 奴婢可以向天发誓 奴婢正是因为得知了此事 险些丧命 所以 才被小姐带入了吕府 这么说 白将军也知晓此事 主人应该 早有所闻 证据呢 奴婢有证据 还请太后和王上过目 这发簪 这发簪是吕相送给王后的生辰礼 而这帕子 就是铁证 今夕何夕夕 千周中流 今日何日夕 得与王子同周 盟修 盟修批好兮 不子够齿 兴姬凡而不绝兮 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 木有枝 心悦均兮 军不枝 一首情诗罢了 谁不知想 这也能是证据吗 奴婢在吕相的房间里 发现了他与王后的情书 这帕子显然是旧物 而吕相却舍不得丢弃 这首诗的前两句 字迹清秀 应该是王后所写 而后两句 锋芒毕露 有开有合 是男子所写 这帕子的背后 还写了一段小字 征月朔淡 寒丹城内 生子正 叛军归 所以 很显然 这是王后当年生子 给孩子生父的报喜之信 至于 这是否真假 艳艳自济 便可知晓 吕不为难商人出身 野心勃勃 见王后生的美貌 便将以华又身孕的她 献与王上 八个月之后 生下嬴政 而吕不为 却不费吹灰之力 窃取整个秦国 放肆 浩兰八月产死 只因邯郸之战 她为了救寡人 被迫登上城楼 动了胎气 这一集 请不吝点赞